中文系 外文系 中文系跟外文系結合在一起 就以為是比較文學了 事實上呢 我真的是 我也參加 我好像第一次中外文學 這個系合辦演講的時候 我還記得 是 我來講中國的山水師 葉維廉想講 想講這個西方的 但是呢他已經有一些 比較文學的這個理論的訓練了 所以呢他講的雖然是以西洋的為主 可是他也包含到這個 就是普遍的一種這種 比較文學的觀念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是很 很原始的這個比較方法 就是中文系的一個 教授講一個 題目 那麼外文系再講一個 讓他同時並行 然後大家自己去比較吧 就有一點這種味道 可是現在呢 我覺得這個 經過了這麼多年呢 已經在台灣的學界也落實了 不相信的話 你現在去看看 這個中文系的博士論文呢 都是用外國的理論在那裡解釋的 你看 我的學生 曾經寫這個 六朝的工體詩裡頭的女性 她所用的是西方的 我想他們大概還不知道這個事情嘛 她很替六朝那個時候的物化的女性很傷心 她是用這個中國的這個材料 角色對象 可是呢她用西洋的這種女性主義來解釋 那我想大概就是可以重新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論文的題目就比較會豐富起來吧 其實我講這句話是有一點點諷刺的 你們都沒有覺得 講六朝的女性物化的這種題目 用這個心靜的 從西洋進來的女性主義來解釋 我很不會講笑話 所以我的笑話都要加註解或者說明 對 這個是我們經歷過 所以那個時候呢 中文系 外文系 有六個人 不止吧 那我們中文系呢 只有鄭英國先生 我 還有 葉清明先生 當然柯清明呢 他雖然沒有加入 他比較年輕 沒有加入這裡面 他是幫忙實際推動 貢獻很大的一個人 那這個是台大的這個比較文學 我覺得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那樣子的 這個土生土長的 加一點外國的理論 把這個東西呢 現在也成熟了 落實在我們這個 這個文壇學界裡面 我那年被派去講西方的悲劇英雄文學 岳恒君講中國的悲劇英雄 他講了文天祥大概 我講了很多 他講他的不同的英雄 因為文天祥跟西方那個英雄 確實不太一樣 要說岳飛也許有點像 但是 就後來覺得很可笑 但是 當時覺得好了不起啊 我們能夠把領域擴掌票這麼大 但是那個是一九七幾年 將近三十多年前 真的我覺得很了不起 那時候台灣沒有英文書 沒有外文書 外文書是倒印的 你們知道倒印嗎 就是用照相板 照了相印出來不算錢 不給原作的錢 在這兒有賣 倒印很久 我們那時候都用倒印版 等到倒印版印了幾本書以後 大家才看到西方的東西 一九七幾年台灣 還很落後呢 還很落後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的那個 比較文學真的是非常開封氣的 你想 一個西方的悲劇英雄 跟中國悲劇英雄上來 一個文天祥對阿基里斯 不過那個時候真的好起勁 我們從台北一直坐火車 到了中部還到了南部 高興的不得了 回來到了台中 有人送我們幾盒太陽餅 還在車上大吃大熱 也很快熱 那個時候真的是開天啤啤的感覺 那時候真的是開天啤啤的感覺